大家好,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成语故事,道听图说。 我们先来看一看道听图说的意思。 道的意思是路。 图的意思也是路。 听,听见,说,说话,告诉。 道听图说的意思是在路上听见的话,又在路上告诉了别人,或者指那些在路上听来的话。 下面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故事吧。 从前有一个人 他很喜欢听闲话,再把听到的说给别人听。 一次,他听到了一只鸭和一块肉的故事。 他觉得很有趣,就把这些事告诉了爱子。 他说,有一个人养了一只鸭,这只鸭一天能生一百多个蛋。 爱子不信,说,不会有这样的事吧。 毛空说,有可能是两只鸭生的。 爱子还是不信。 他又说,有可能是四只,八只,十只。 爱子当然还是不信。 。 毛空继续说。 一天,从天上掉下一块肉。 这块肉长三十丈,宽十丈。 。 爱子笑了笑,说,不会有那么长的肉吧。 毛空说,也许是二十丈长。 爱子不信。 他又说,那一定有十丈长。 爱子问他,你说的那只鸭是水养的。 你说的那块肉掉在了什么地方? 毛空回答不出,只好说,这些都是我在路上听说的。 。 于是,爱子告诉他的学生们。 你们可不要像毛空那样道听土说啊。 道听土说,可以做动词。 在路上听到的话,又在路上说给别人听。 。 意思是,传播没有根据不可靠的消息。 比如,你别相信小张。 。 他平时最喜欢道听土说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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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于这件事 我也是道听途说 如果你老是道听途说 迟早会失去大家的信任 道听途说 也可以做名词 在路上听来的话 指那些没有根据的 不可靠的消息 比如 这是事实 不是道听途说 这些话全是道听途说 没有任何根据 请别轻易相信道听途说 有关道听途说的用法 你学会了吗 这就是今天的内容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个故事见 你下个故事 建议